去年阿富汗在使用数字货币的国家中排名第20位 加密货币在阿富汗有一定的市场 在一些有知识的年轻人当中越来越受欢迎 这为一些精明的阿富汗人提供了商机 自2021年8月以来 美国冻结了阿富汗持有的数十亿美元资产 阿富汗经济几乎崩溃 数字货币及其不受国际制裁的分散式架构 使少数年轻的阿富汗人能够避免危机的最严重情况 自2021年9月以来 在阿富汗西部赫拉特省的100名学生经常使用加密货币 这些从事加密货币的公司位于集市中间 只要客户拿出智能手机 在屏幕上点击几下后 就能在货币兑换处兑换成阿尼 兑换的人按照一定的比率 把加密货币支付给兑换商 他们就能拿到现金 因为阿富汗银行系统瘫痪 目前向阿富汗银行转账几乎是不可能的 即使去取钱也有定额限制 个人每周只能提取相当于200美元的资金 而企业只能提取2000美元 对于这些交易 客户必须排队几个小时 正因为如此 加密货币在阿富汗才有一定的市场 因为它能够规避金额限制和排队问题 同时确保每笔捐款都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加密货币是克服各种经济制裁的不可思议的方式 阿富汗市场流行的加密货币是一种所谓的稳定币 BUSD 其价格有美元支持 一个稳定币能兑换亿美元 除了在学生中有一定的市场 加密货币在赫拉特还有其他追随者 在过去11个月里 许多阿富汗人将亲戚 从国外寄来的钱转换成加密资产 然后在货币兑换商那里兑换成阿尼 一些阿富汗出口商也通过加密货币收取订单资金 自去年8月以来 进出阿富汗的加密货币转移增加了80%左右 因为加密货币转账是及时的 用金远低于通过系联汇款和阿富汗传统上的货币交易 尽管如此 它的使用量仍然很低 由于阿富汗缺乏互联网接入和文盲率高 加密货币在阿富汗只能保持在一定的比率内 交易量很难有所突破 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